红米5与红米5Plus深度对比评测 红米5或红米5Plus运行MIUI9稳定版 并成了新系统的读多特性 例如不移屏助手传送门分屏功能等 如果你之前就用MIUI 那么在红米千元屏上 你将体验到小米MIX2采用的1比1分屏 其实这是红米手机的一个优势 MIUI对于所有机型都是平等的 其实把这个话说得有点绝对 一些老机型已经无法更新了 但我要表达的是 对于红米低端机来说 MIUI确实缓和掉了一部分硬件的先天不足 其实系统真没有啥好说的 之前我们也做过MIUI9的详细评测 MI粉们都很熟悉了 之前没用过可能会扭转此前的一些质疑的看法 像您参数方面 红米5和5Plus完全相同 1200万像素单镜头具备1.5微米像素尺寸 支持PDF相位对焦 这个镜头最大的亮点就是单个像素尺寸 更大的单位可以带来更大的进光量 从而保证大多数条件下的基础成像质量 但是你要用千元相机玩人像虚化 还得出门左转看看 降200元的魅蓝某些双射比较靠谱 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红米的样张表现 前置5百万支持智能美颜 并配备一颗闪瞎眼的有光灯 现在好多玩直播的对于补光的需求还是有高需的 红米5内置3300毫安 红米5Plus电数量则高达4000毫安 并且宣称剩余20%电量还可以狠用4小时 我特别想知道有多狠呢 所以在20%之后开启了4G王者荣耀耗电模式 结果只撑了50分钟大局 结果只撑了50分钟大概三局游戏就自动关机了 前者都支持QC2.0的快充 支持9伏电压 根据实际测试 从20%电量开始充电曲线如下 大部分充电时间都稳定在5伏2A的10瓦水平 充到90%以后电流开始波动下降 总结 红米千元全面屏闪闪来迟 别想为MIX全面屏争一口气 让大家看看16比9全面屏可以有多便宜 不过似乎也并不能左右大局 市场对全面屏的概念都已经歪了 即使智能手机市场发展到今天 小米已经很难再扮演鸡鱼效应的角色 从价位上 小米的大部分 期待大部分 我一直在做一段时间 就此时就会摆在连接 确定在一个比较小时 那时就会摆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